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用两根线编一条绳子的第四种方法 这样一根梅花手绳 今天教大家可以拉伸的 除了两根线,还需要准备好两颗珠子 两根线我采用的是72号鱼线 红色这根长100厘米左右,黑色这根长50厘米左右 接下来开始制作 先把红色这根线固定好 开头留20到30厘米 黑色这根线呢 这样搭上去 开始做平结 平结也不用做多 做两到三个就可以 我这里呢,我做了两个 好了,两个平结完成 完成之后,黑色这两根线这样摆好 然后红色这两根这样穿过 现在就是开始做梅花的花吧 穿过之后 拉紧两根红色线 我们看到这个花吧上它是 不是直的,它是错位的 所以呢,我们编花棒的时候 先拿右边举例 这里呢,就要编两个雀头结 一个 这是雀头结的编织方法 两个完成 为了给它错位呢 这边就编一个雀头结就可以了 好,完成之后 还是这样 摆好 红线 穿过来 拉紧 一朵梅花出来 擦了之后呢 再打一个平结 把错了 好,这个算半个平结 因为要两次才是一个 打好平结之后呢 还是把线这样摆法 继续做第二朵梅花的花吧 穿过来拉紧 刚才呢 刚才呢,是我们 我们右边打了两个雀头结 左边打了一个 这次呢,我们反着来 右边打一个 左边两个 打两个 这样呢,它才会有错位感 注意雀头结的打法是 先从上面穿过 然后第二个 然后第二个就从下面穿过 不能两次都一样 一定要一上一下 上 下 好,两个雀头结 打好 还是一次吧 先摆好 穿过来 这边也穿过来 拉紧 第二朵梅花完成 还是打一个平结 接下来的动作就是一直重复了 你就是注意 右边先打两个雀头结 左边打一个 然后就是左边打两个 右边打一个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就可以 把梅花编到合适的长度后 和开头一样 我们打四个平结 好,平结打好之后 取下来 剪去这里多余的线 两边的头子有样长 但是做结尾 结尾我们也是用平结 就用刚才剪下的线就可以 唷 编两到三个平结就行 这里变两个棒 变三个吧 再来 变七多余的线 一块可以拉伸的 梅花瘦身就做好了 最后这里呢 穿上两颗珠子 没有呢 没有珠子呢 你可以打两根筋 这个不影响 不影响 好 完成 好 一条梅花瘦身就完成了 戴在手上试试 是不是还差不多 下个视频给大家分享 不可以拉伸的 梅花瘦身的编织方法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用的话 请给个关注 点个赞 或者给调评论吧 谢谢每一个观看者 观看视频的人 都是最美的 谢谢大家